哈囉大家好我是Roy胖 三星剛剛發表最新的旗艦機系列 就是Galaxy S23系列 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這次推出的三款新機 有S23、S23 Plus還有S23 Ultra三個型號 這支影片會快速帶大家看一下這次新機的實機外型 還有一些重點特色的介紹 那這次新機主要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們全部換上了 Snapdragon 8 Gen 2 For Galaxy這款特製的處理器 在S23 Ultra的部分配備了兩翼畫素的主相機 除此之外在外型設計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這次的三款尺寸它的設計語言會更統一 包括顏色、外型、它的一些重點規格的部分 相較於以往它也是更為一致化的 具體的細節我們一支一支來講 在進入個別的特色之前 我們還是來一次講一下這次三款手機共通的一個特色 前面提過這次三款S23系列 它的外型設計語言會高度的統一 可以看到之前在小尺寸跟中尺寸的兩個型號上面的相機 它有一個額外的外框去把它框住 那這一次它也去做成了這種古蹈式的鏡頭設計 也就是鏡頭直接鑲嵌在機身上 所以三款手機擺在一起的時候 這種統一感、協調感會更高一些 第二個統一的部分是顏色的部分 這一次三款型號都有 黑色、白色、綠色還有紫色這四種顏色 所以整個外型的家族的一個設計與會會更加的一致 黑色的部分呢它是這種非常深的一個灰色 然後它表面是消光的 基本上呢可以把它視作為消光黑的一個感覺 也算是比較低調一點的顏色的款式 那第二款白色的部分呢 它是有一點點奶油色的一個感覺 它是一個比較暖一點的白色 邊框的部分呢 甚至感覺有一點香檳金這種淡淡的金色的一個設計 紫色的部分呢 它也是一個非常淺的紫色接近於粉紅色的一個感覺 然後在邊框的部分也是做同色系的一個搭配 屬於一個比較柔和一點的感覺的顏色 第四個顏色呢是這個綠色 它這個綠色呢是有點像均綠色的一個感覺 是一個彩度比較低的墨綠色 然後映照光線看呢可以看到這個有一點金屬光澤 個人覺得這是這一次最漂亮的一個顏色 另外在機身材質上面呢 它這次的所有的型號也都是統一的 包括機身正反面的玻璃呢 都是全球搶先採用大信心Victus II的玻璃 新一代的強化玻璃 邊框呢則是Armor的鋁合金材質 三款呢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三星每次的發表會呢 也都會非常強調所謂環保的部分 這一次S23系列全系列它的製程呢 也都是更高程度的一個採用環保的製程 包括這次三款手機它的前後背板 所採用的這個玻璃呢 都是再生回收玻璃 背蓋的PET膜 它也是採用回收塑膠來製作 那另外當然它盒裝的部分呢 它的包裝盒也都是採用100%的再生紙來印刷 其他像是它一些這個染色的油墨啊 那些的也都是盡量採用天然材質來製作 所謂染劑的部分 至於在規格的統一方面呢 這一次的三款型號都是採用 Snapdragon 8 Gen 2 For Galaxy 這款特製的處理器 不過關於這顆所謂特製版 For Galaxy的處理器呢 跟一般版的8 Gen 2到底有什麼差異 目前的話呢還沒有進步的資料 包括它的製程啊 包括它的一些核心時脈的部分呢 都要後續呢才能再做確認 不過呢根據目前它有公佈的資訊呢 這一款Snapdragon 8 Gen 2 For Galaxy的處理器呢 它相較於前一代就是8 Gen 1處理器呢 CPU的部分是提升了30% GPU提升了41% NPU的部分呢 則是提升了49% 整體的運算效能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提升 另外在散熱的部分呢 這一次的S23系列它也去做升級 雖然說具體上到底升級了什麼東西 目前並沒有問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但是呢 包括是在內部的一個 散熱結構上面的尺寸啊 或者是配置呢 應該都會有一些提升 到底有什麼效果 我們後續的測試裡面呢 才能再去做確認 另外在螢幕亮度的部分 這一次的三款機型也都做到了1750nit的亮度 還有就是前鏡頭的部分 這一次S23全系列都配備的是1200萬畫素的前鏡頭 支援Duo Pixel 自動對焦 還有Super HDR的一個拍攝效果 那這邊也跟三星這邊確認一下 因為在Ultra的部分 S22 Ultra 它是配備了4000萬畫素的前鏡頭 那這一次呢 畫素變成1200萬畫素 從數字上看起來好像是降級 三星這邊給出的說法是呢 這一次三款都採用的是新的1200萬畫素的感光元件 那他們認為相較於比較高的畫素 消費者在自拍的一個需求上面呢 對於低光源啊 或者是說對於對焦速度的一個需求 會來的更強烈 他們會覺得這個功能其實是更重要的 所以這次選擇在全系列的前鏡頭都配備的是1200萬畫素的新的前鏡頭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S23 Ultra的部分 這一次的S23 Ultra它在外型上跟前一代的S23 Ultra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它具體還是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主要是在於機身線條 可以看到在邊線的這個切削上面 前一代它是比較更圓弧一些的 這一次它在R角的這個過度上面呢 有做出一個圓角方形的一個感覺 所以回饋在手感上面呢跟前一代會有比較明顯的不一樣 但是視覺上呢差異並不是那麼大 在規格上呢就是6.8吋的Dynamic AMOLED 2X的雙曲面螢幕 那也因為這次機身線條的調整 所以它的左右雙曲面的弧度的範圍 變得比較沒那麼寬一點 所以它其實到很邊邊的地方呢才開始有做曲面 這樣的好處是第一個是你的保護貼當然會更好貼 你如果貼平面保護貼的話呢 它可以貼到比較更邊緣的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它這一次S23 Ultra呢 它也是有S-Pen 所以說你在書寫的時候這個靠近邊緣的地方 書寫體驗會更好一些 那在螢幕更新率的部分 這次一樣是支援1-180Hz的知識音更新率 所以說在流暢度跟省電方面呢 它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堅固的一個狀態 機身防護的部分也是維持了前一代IP68的一個防水防塵的等級 那在機身周邊設計的部分呢跟前一代則是沒有太多的差別 頂部呢有個麥克風 音量鍵跟側鍵呢在右手邊的位置 底部可以看到的是傳輸附、麥克風、揚聲器 然後卡槽 然後還有S-Pen的收納槽 那S-Pen的部分呢 筆聲不管你今天買的是什麼顏色的S23 Ultra 它都是黑色的設計 這一次S23 Ultra它的S-Pen在硬體方面呢 其實跟前一代沒有具體的差異 但是在功能上面呢它在跟一些第三方軟體的整合上面呢 有再去做一些提升 最明顯的包括像你在搜尋的時候 你現在可以直接在Google的搜尋框上面 直接用S-Pen手寫並且進行輸入 那這個是這一代的新功能 接著我們轉到背面來看到 這一次的S23 Ultra呢 它配備了一組全新的相機模組 在鏡頭外型的設計上面呢 跟前一代其實非常的類似 但其實如果細看的話呢 包括鏡頭模組的形狀跟尺寸 還是跟前一代有一點點的微調 S23 Ultra這一次配備的是四組的鏡頭 包括有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1000萬畫素的三倍望遠 跟1000萬畫素的十倍望遠 另外最後就是這一次話題的重點 就是這顆2億畫素的主鏡頭 那這個2億畫素的主鏡頭也跟傳聞一樣 它可以支援到最高16合一的像素合併 所以說不管你是在全畫素下的一個細節表現 或者是說你在做數位縮放 或者是在對焦的部分 它有更多的像素點來去做對焦的資訊提供 所以說它對焦也會變得更快 最後就是它這次支援到8K 30幀的一個錄影規格 手持錄影的穩定度這次有升級 那當然你也是要開啟這個超穩定動態攝影的功能之後呢 它加入了一個叫做VDIS的算法 結合手機裡面的感應器 它會去預判你的手機移動的方向來去做畫質的一個補正 所以說你在晃動你的手機的時候呢 它可以更好的去抑制畫面出現殘影 或是晃動的一個情況 另外這次在S23 Ultra的部分 它的OIS光學防守震的硬體也有做升級 它的一個修正的角度 從前一代的1.5度提升到了3度 不過目前不太確定它這個提升是針對哪一軸 還是每一軸都有去做升級 總之在OIS的部分相較於前一代也是有些提升的 其他規格的部分呢 電池容量是5000mAh 充電的規格是45W 容量方面這次提供了四種搭配 包括8G RAM加256GB的ROM 還有12GB的RAM 搭配256GB、512GB跟1TB的ROM共三種版本 加起來是四種 接著看到的是S23 Plus跟S23 這兩款在各方面又更接近了 包括在外型設計方面 它的正面螢幕采用的是全平面的螢幕 然後轉到背面的部分 這次相機采用的是孤島式的設計 所以三顆鏡頭直接相貼在機身的表面 它沒有一個額外的相機區域去把它框住 那為什麼要改用孤島式的設計呢 這邊也詢問過三星 它的表示是這樣的設計除了更簡約之外 也更能夠凸顯這三顆鏡頭 在規格的部分 S23 Plus它的螢幕是6.6吋 S23是6.1吋 都是Dynamic AMOLED 2X的螢幕 搭配的是FHD Plus的解析度 補充一下剛剛S23 Ultra是WQHD Plus的解析度 兩款的更新率都是支援48-122GB的動態調整 接著轉到背面的部分 兩款的相機配置也都一樣 包括5000萬畫素的主鏡頭 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還有1000萬畫素的望遠鏡頭 在錄影的部分 S23跟S23 Plus它也都有支援8K 30幀的更高幀率的錄影 另外它也有支援VDIS防手震的一個運算 不過在兩倍YS的部分 就是剛剛這款Ultra的獨佔規格了 電池容量的部分 S23 Plus是4700mAh S23是3900mAh 充電的功率都是25W 至於在容量的部分 S23跟S23 Plus它都是8GB的RAM 搭配128GB、256GB或者是512GB的RAM 好了那以上就是快速帶大家看過這次三星 最新推出的S23系列三款手機 所有的資料都是全球發表會的詳細的資訊 那台灣的訊息呢 他們會在2月6號也就是幾天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台灣的發表會 到時候呢包括台灣會上市什麼機型啊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資訊呢 我們應該都可以在那次的發表會裡面 來去做進一步的確認 好那不知道看到這邊呢 大家覺得這次的三星S23系列如何呢 有哪一些功能是最吸引你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大家一起討論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啊 也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留意胖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下次見,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